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希望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找自己找朋友 找呀找 找呀找 找到一些好朋友 写首歌 做做音乐 然后出一首好听的歌 有时候制作人的音乐观念跟你有一些冲突 一般你会怎么处理 就是如果在我不懂的音乐类别上 我绝对不会说去造次 或者是去当别人老师之类的 那不会 而且音乐它本来就是一个交流的过程 我们是拿自己的经验 去跟别人的经验来的一个碰撞 当作品出来了以后 它会有一个最真实的这个大众的基本听感 我们每一个音乐人也是制作人 但是也是一般的听众 对于好的音乐 大家都是还是把自己的一些棱角会摸平的 你觉得电音精神是什么 团战吧 对我来说是一个共创 因为我参加这个节目 其实我最开心的是因为它是一个音乐节目 第一个它是个音乐节目 第二个它是一个说制作人的节目 因为我自己做制作有六年多的时间 自己从一开始什么都不会 到一点点到网站上去学 去了解 再到去尝试去做的时候 其实我能够了解到很多音乐人的艰辛 所以我希望能够尽一些绵薄之力 可能我有的这一点点小小的影响力 去告诉大家 每一个音乐制作人 它都值得尊重 你会用哪三个词来形容电音 我觉得电音很有可能性 来这个节目以后 我把电音下了一个定义 所有的不用原声乐器发出声音制作的音乐 我都可以称之为电子音乐 不知道这个定义是否正确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我一直在做电子音乐 但是可能我不知道 我自己制作的音乐 对我来说有三个比较的重要的要点 第一个是原创 第二个是中文加另外一种语言 第三个叫共创 就是可以跟好的音乐人结合到一起 把每个人的优点相加 让一加一大于二这样的 团战的一个概念 你自己把电音和流行音乐结合得非常好 有什么经验分享给制作人吗 现在其实从大的框架 音乐制作的框架上来说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见解 从制作水平上来说 其实这一次我看到的 这些极客电音的制作人们 其实都已经具备了很高的水平 对我来说可以加强的是合作 通过合作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这么一个团队 把这个音乐揉到 一个就是让人觉得 哇这个一听就知道 这个音乐是你的 这样的一种形式 或者是怎么样 把这个mix 我说m pop mix mandarin pop 这个mix做到极其事 也就是合作 这个我觉得其实 需要所有的制作人们都 把自己的心打开 跟所有的各种各样的音乐人合作 这样的话会碰撞出 非常非常大的火花 而且会把整个音乐市场都会拖起来 因为这真的 这个合作真的是太重要了 对我相信这次的制作人 他们能感受到 我问每一个到现在为止 跟我聊过的制作人 我说你们以前有这么合作吗 基本的答复都是 没有 你认为极客电音的冠军需要有什么样的特质 这个节目的冠军 它有一个混合的气质吧 应该有 各种各样的种类 各种各样的风格 它都能够尝试 它都能做出它自己所想要的样子 或者是大众们想要的样子 我不好定义说这个节目的冠军是什么 但我能够定义说这个节目 一定会很大的推动电子音乐市场跟音乐市场 这是我能够对这个节目能够下的定义 于和伟老师点名了催眠术MV安排了吗 于和伟老师要是他真的抽时间拍一个的话 我真愿意拍这个催眠术 主要是于和伟老师他也没时间 我就觉得于和伟老师就是我演中的这个music video男主 未来还会在音乐和影视当中跟男人帮的哥哥们继续合作吗 当然当然 我说张一鑫这辈子比较大的福气就是一生中的经常遇贵人 极限挑战是我的真的给我太大帮助了 没有极限挑战没有哥哥们也没有现在的我 来说是实话实话 有了贝壳女孩什么时候安排贝壳男孩 其实贝壳女孩它只是个logo不用想它的性别 对我来说粉丝朋友们其实男女都一样都是我的贝壳 对如果你比如说你是男士 你就自然你会把那个女孩换成贝壳男孩 贝壳是最重要的 主要是我这个专题里面出了首歌叫贝壳女孩 其实不应该我觉得应该换个题目叫贝壳 也行你这个建议挺好 我本来想说准备这叫贝壳 就男女他们也无所谓了对吧 今天压力最大的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在2018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压力的来源 应该是时间跟年纪吧 其实我在Namana那样专辑的music video里面 其实把时间比喻成了那是搜船 所以你们看到最后我在看船的时候 其实表情是很 其实我知道就是真的真的时间不多了 包括一个偶像艺人的一个生命周期 对我来说其实面临的更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带好的作品 对我来说其实作品是我挺重要的一个底气的 反正我会认真做每一个工作 希望可以 好吧 大家好我是张一新 即刻来了解我更多动态 就来关注腾讯视频 官方微博微信 谢谢大家